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渔民与妻子均有按时缴保费 直到去年4月才发现出事 他们买的保单只有第一汽油正常缴款 其他妻数虽然有将保费交由保险经纪人冯 周渔民是一位知名演员 他与妻子郁红渊在去年购买了一份投资性保险 这起案件涉及到保险经纪人冯瑶华 他是周渔民夫妻购买保险的中介人员 冯瑶华是一名保险经纪人 他与周渔民夫妻建立了合作关系 帮助他们购买了一份价值约4500万元台币的投资性保险 冯瑶华在这起案件中起到了重要的角色 周渔民夫妻购买的保险是一份投资性保险 他们约定分六期缴费后 可以拿回本金或每年领回优厚的配息 原本计划以汇款方式缴纳保费 但最后为了享受折扣 他们改为付现金 直到去年4月 周渔民夫妻才发现他们购买的保单存在问题 他们发现只有第一期保费正常缴纳 其他七数的保费虽然交给了保险经纪人冯瑶华 但并未按约定缴纳给保险公司 由于保险经纪人冯瑶华未按约定缴纳保费 周渔民夫妻购买的保单存在严重问题 他们支付的保费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导致他们的投资款项无法追回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面对保险问题 周渔民夫妻决定维护自己的权益 他们通过法律途径提起诉讼 要求保险经纪人冯瑶华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终 该案件经过宣判 周渔民夫妻并未能够追回损失 血本无归 周渔民夫妻因保险金被诈骗一案宣判 血本无归 这起案件揭示了保险行业中存在的问题 保险经纪人冯瑶华未案约定缴纳保费 导致周渔民夫妻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尽管他们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但最终并未能够追回损失 这起案件提醒人们在购买保险时 要选择可信赖的保险经纪人 并加强对保险合同的审查 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义人遇红约与周渔民 因体子英雄结缘 2015年结婚至今育有一女 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早前冯玉七夕情人节 他收到丈夫送来的惊喜礼物 就连爱女都有份 甜蜜举动和卡片细节顿时闪下众人 被形容宛如偶像剧一般浪漫 意外掀起不小的讨论度 欲红约则透过IG放闪 开心分享收到的七夕情人节卡片和花束 领礼物了 这次真的很惊喜 所以要记录 谢谢老周 送了老情人跟小情人各一束花 以表思念之情 祝你工作顺利 心情美丽 由于卡片内容十分逗趣浪漫 掀起不小的讨论度 不过欲红约文莫澄清 卡片内容是那件选项 接着仍嘴甜称赞 但是也很可以 最后还向众人斗句提问 猜猜哪一个才是给我的 面对有网友留言字好好看 他则留言回应 我也一直看 看起来是印刷出来的 还是花店老板的字呢 也有人猜测这不是仔仔的字迹 小细节意外掀起外界热烈讨论 周渔民过去曝光过的情史不多 但相较于绯闻史一片空白的欲红约 他最红的陈年绯闻就是他与大S这段相差五岁的子弟恋 宰在与大S在2001年音拍流星花园解缘 感情好到以子弟相称 不料到了2004年 两人合拍战神 感情进去化学变化 隔年仔仔出车祸 大S竟第一个赶到现场 还紧抱住他 让大仔链正式曝光 不过大仔链曝光也让仔仔承受劈腿骂名 因当时外界认定 他仍与现在已故的艺人徐伟伦交往 他事后宣称 即使两人早已分手 但因徐伟伦没公开 他也不好意思拿出来说嘴 大S随后跟进 坦诚与仔仔恋爱 两人爱到浓情处 还对外宣告不排除闪婚 可惜这段恋情仅维持29个月就告终 由于大S形象强势 加上又是子弟恋 外界认为仔仔在这段恋情中承受不少压力 但他此后确实也对感情态度大转 尤其不愿在对外谈爱情生活 直到热恋欲红缘后 对恋情态度才渐去开放 甚至多次喊话要娶她 爱得高调又公开 当年对于仔仔结婚 大S还大方表示 祝福她们早生贵子 很为仔仔开心 去年10月22日 是周渔民太太玉红缘的35岁生日 她在社交网发布庆生肇事 罕见公开夫妻合宜 并透露照片由6岁女儿开设 从照片可见 他们夫妻俩都穿深色休闲服 品味相当一致 两人置身餐厅薄肩 身旁是一张大圆桌 网友猜测现场应该还有双方亲友 由于拍摄照片的人是女儿 周渔民夫妇表现得非常调皮 郁红缘手舞足蹈露出开心笑容 仔仔站在妻子后面 仰起头故作深沉 郁红缘透露 女儿帮忙拍了不少照片 但只有公开的这张可以看 她还嫁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似乎相当无奈 另一组庆生照中 被井墙上贴着生日快乐的字母气球 郁红缘开心表示 生日庆祝完毕 谢谢大家的祝福 她也许下心胸开阔 迎刃而解 越来越好的生日愿望 应该是盼望着自己无端卷入的诈骗官司早日落幕 周渔民出名低调 她跟女星郁红缘从恋爱到结婚都十分神秘 包括两人的婚纱照也是婚后好几年才曝光 为了配合仔仔 郁红缘成为其女友后就没有拍戏 安心做周渔民背后的女人 这次对于太太被骗 周渔民并没有责怪对方 而冯瑶华根本就是一个诈骗惯犯 身边亲友都被她坑过 仔仔认为房不胜房 周渔民跟郁红缘婚后爱的甜蜜 不用拍戏的时候 仔仔会陪伴妻女 曾有媒体拍到她们一家三口 到动物园的照片 非常温馨 外界一直以为 郁红缘会生二胎 但周渔民透露 女儿的个性比较敏感 是个相对脆弱的孩子 需要父母花更多时间去陪伴 所以她希望用满满的爱 把她养育长大 没有打算生二胎 周渔民结婚后 便为爱淡出演艺圈 不过 时不时被捕捉到的街拍画面 仍令郁红缘一度 挨批身材忽胖忽瘦 面对爱妻被酸民攻击 一向低调的周渔民选择挺身护妻 更甜蜜表示 在我眼中她没胖过 周渔民过往就曾透露 演艺圈分分合合的新闻很多 但对于婚姻的态度 自己是坚信不移的 从低调的仔仔霸气护妻 到郁红缘在特殊节日的准时祝福 纵使爱的低调 但甜蜜感却是隔着荧幕 也能填翻众人 呵护妻小 周渔民 如果可以 我希望女儿一辈子 都不要在媒体前露脸 周渔民近日也分享 新冠疫情时期体验了当 全职爸爸的时光 只能说带孩子心力交瘁 必须要奉献很大时间与精神 在女儿身上 周渔民也体贴表示 此时更能体会老婆 郁红缘多年来带孩子的辛苦 因此并无计划生两胎 希望能投注一切心力 在宝贝女儿上 守护爱女成长 不同于近年 越来越多明星艺人 带孩子上节目 周渔民相当保护宝贝女儿的隐私 更曾表示 如果可以 我希望她一辈子都不要在媒体前露脸 一席话 足见宰宰对妻女的保护与疼爱 之前有台媒拍到周渔民和妻子郁红渊 一起送女儿去上学的画面 当日宰宰穿着一身黑色 戴着帽子和口罩 双腿粗壮 脖子变粗 稍显发肤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周杰伦 身材和帽子都像结了周董 宰宰牵着女儿的手 父爱满满 小公主穿着紫色连衣裙 戴着口罩 四岁身高已经到了爸爸的腰部位置 脚步轻盈 不知道是因为和爸爸妈妈一起出门开心 还是因为要去上学了才那么快乐 宇红渊则帮女儿背着书包走在前头 砸着马尾辫 走路姿势霸气 据悉 周渔民女儿上的英语幼儿园 一学期学费近23万 月费则要3万8 加起来一年超90万 而原因是将来可以直升小学 继续培养英语语感 只为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点 在此之前 周渔民正忙于逆局地拍摄 一杀轻便化身护花使者 送女儿上学 对亲子陪伴非常重视 周渔民将女儿保护得非常严实 孩子在2016年9月出生后便很少露面 更不用说正脸曝光 即便晒照也只是给出背影 郁红元和周渔民结婚后选择退隐 多年来也一直配合丈夫保护女儿 孩子的周岁生日都没请圈内好友 只是随着孩子的成长 夫妻俩不得不带着孩子外出走动 接触社会与自然 记者们拍到孩子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被问及学校选择 周渔民表示由太太安排 他强调学前教育 家长陪伴很重要 因此 夫妻达成共识 只要时间允许 一定会尽可能参与到孩子的成长 郁红元身为全职妈妈交际不多 女儿上学前半年才开始物色学校 这才知道很多家长在孩子刚出生时 就预定了幼儿园 因而惊觉自己不在江湖的日子里 社会内卷得有多厉害 并忍不住感慨 我以为时间到了就去上学而已 这一切真的吓到我了 郁红元对自己的期望是个满分妈妈 这也引来焦虑 让33岁的他早早白头 神仙士族让女儿勇敢学游泳 自己呛到了也要装成没事 变得非常坚强 不过爱的总量是有限的 周渔民曾吐槽她是好妈妈 但不是好伴侣 经常忽略老公的感受 至于周渔民 担起了全家的收入来源 不过事业也越走越红火 拍了多部热播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 请不见详